想要点亮一个LED灯泡 我们首先想到的办法就是用电池 今天清华附属中学的学生 用柠檬来代替电池 尝试将LED灯泡点亮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我们去看一看 大家好 我是清华附属中的袁德浩 我是清华附属中的王宇浩 今天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实验 叫水果电池 现在让我们来开始做实验 首先我们应该把新建的铜片 裁减成合适的大小 它的手在抖 说明它很紧张 但它仍然 裁下了第一块铜片 现在把这两个金属片插入柠檬 现在我们有两根导线 一根连接正极 一根连接负极 红是正极 鑫是负极 然后在连接上 一个发光二极管 没亮 你没有接纺吧 没有啊 那看来一个柠檬还有点不够 那我们再用一个柠檬吧 诶 等等 万一它没有电 你接的都也没用啊 现在这个零品电都记试 看有没有电 有点 而且已经快到最大凉成了 那我们再加一个柠檬试试吧 诶 这样吗 脖子这么暗 那我们再接一个柠檬试试吧 比刚才亮了一些了 嗯 是不是接可能会更亮 那我们继续试试吧 嗯 跟刚才没什么区别啊 看上去这应该已经是它的最大的亮度了 现在我们来解释一下 刚才水果电池能够使灯泡发亮的这个原因 那我们知道水果电池呢 其实就是我们在高中里面学到的最简单的原电池 这个基本的模型 原电池它是基于一个铜核心 它因为它俩的活泼性顺序不同 然后加上一个电流表 再加上一个电解质溶液 它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闭合回路 那因为心呢 它的这个电池比较低 形成这样闭合回路之后 心就想把电子给了这个铜 导致这个电流表就会偏转 就有了电流之后 灯泡就会发生发亮 而这电解质溶液呢 它其实也就是因为它可以电力出 自由移动的氧离子和氢离子 所以使它形成了一个闭合的回路 柠檬的汁液中含有大量柠檬酸 柠檬酸在本实验中扮演了另一种角色 充当电池的电解质 一个柠檬电池的电流虽然微弱 但多个柠檬电池串联起来 便能点亮LED灯泡 有人计算 600万个柠檬电池的功率 加起来相当于一台汽车的电瓶 苹果 梨 番茄 西瓜 洋葱 土豆等 都能成为水果电池的电解质 芯片和铜片也能用 钳 铁 铝镁等其他导电体代替 1800年 意大利物理学家福达 用银板和银板 加一层浸透湿烟水的布或纸板堆成圆柱状 这就是人类最早的电池 福达电堆 其中的道理和柠檬电池是一样的